Hello, 又是我們 我們剛剛過了這個long weekend 又去了旅行 自從搬完屋之後 我們都跟自己說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我們不如就去一個day trip 去一個第二個城市那裡玩一下吧 今早一早我們就搭火車去到Chester這個地方了 在走入市中心之前就會經過這條河 大家看看鴨仔多可愛 好, 第二天 綠色, 他們不讓他們走開 一走開就刮牠 現在他們跟著媽媽 媽媽他們就回事 他就幫你安住 原來鴨仔加價很嚴 一走開了, 爸爸就追著牠來 刮回去 我們就沒打算這麼早吃飯 但是因為搭火車的時候 看到今天不知道怎樣在Chester會有很多人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不如趁早吃了它 免得一會和別人逼 這間咖啡店吃的東西很適合我們吃 這個沙律我流口水, 不過是主人的 吃完東西打完卡之後 我們就開始我們的Chester行程 在我們開始行程之前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Chester Chester廣東話叫做 Chester 是屬於英國西北部Chestershire這個棍 它最出名就是它有一個完整的城牆 這個城牆是在羅馬帝國時期興建的 它因為當時是要抵禦南面Wells的襲擊 所以是一個軍事要塞 所以待會你們就會發現 我們其實很大部分的行程都是在城牆 但我們去城牆之前 首先我們去了市中心一個最大的景點 就是這個Chester Cathedral 我們現在來到Chester Cathedral 雖然我們都不是教徒 但其實我們在英國每一個城市都很喜歡參加 因為每一個教堂他們都有不同的歷史 都有不同時期的建築 而這個教堂除了有中世紀的歷史之外 亦都是融合了羅曼帝時期和哥德式的建築風格 它亦都有獨立的鐘樓 亦都有修道院 亦都有一個很漂亮的Garden 在這個教堂裡面 跟其他教堂我們看到不同的就是我們發現 它四邊都有很漂亮的壁畫 以及很色彩鮮明的彩繪 而那些彩繪又是跟其他我們之前去其他城市 看到的不同的 但我們去看彩繪之前 不如看看現在看到些甚麼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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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座教堂歷史太悠久也太值得紀念了 所以呢 50個義工用了30天的時間 建了這個模型出來 不知道Harry Potter迷 有沒有留意到這條走廊呢 這條就是Harry Potter 在Hawcrest裡面通去圖書館那條長廊 好了 說了這麼久 不如我們看看那些彩繪和藝術品 其實就算我們不是一個宗教人士 但是因為藝術的因素和歷史的原因 其實我們都覺得這個Cathedral 其實很值得我們去參觀 如果是教徒的話 應該會知道這些銅像 其實是代表了些甚麼 以我的知識 根據聖經記載 在耶穌誕生的時候 就有三位東方博士 就是去馬曹 去探望這個剛剛出生的耶穌 我講得不對 就不要怪我 各位教徒 以我所知 以及我的Research 這三位東方博士 就帶了三種寶物 來獻給當時出生的耶穌 就是這個 末藥 煮駱駝 帶著末藥 乳香 之後那位拿著的應該是黃金 就是獻給當時出生的耶穌 教堂都差不多走完了 其實走的時間 都是用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因為我們沒有上到教堂頂 所以就不是用了很長時間 而走完教堂 臨出去的時候 會經過這個花園 花園小小 但都挺漂亮的 亦如一般的花園一樣 亦有出現了英國的特產 我們看看英國的特產是什麼 你的嘴子充滿了蜘蛛網 不要 看到這些是蜘蛛網 對很多人來說 它的意義更大 因為首先它是一個一級的歷史建築 另外它在羅馬帝國的時期 曾經是一個堡壘 而它在1092年的時候 就成為了修道院 之後在1250年的時候 就是以歌德式的風格去重建 所以這個歷史275年的建築 就造就了今天好運位的結構 而它的結構 是在我們在別的城市看見的 是很不同的 好了 看完一個這麼重要的景點之後 我們就出回Town Center那裡逛逛 Chester最有名的就是 它好像童話世界那樣的建築物 其實就是令它成為了英國 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度假聖地 而在Town Center裡面 其實有很多街道 除了有小店之外 其實很多都好像一些小的步道 很適合去遊覽 和慢慢去觀光 咦?我發現到有些東西 是很棒的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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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餓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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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步行街的建築物 大家看看多漂亮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條步行街 其實真的很方便遊客 走走走 兩邊有很多特色小店 轉眼間 我們就去到Chester 另一個歷史文物建築的景點 這個就是East Gate Clock 它是除了英國的大笨鐘之外 出現了最高的一個鐘 而在1955年的時候 這個鐘、這個廣門和這條橋 就被定為了一個一級保護的建築 我們走上來的鐘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已經上了城牆 剛才也有說過 Chester是有了英國最完整的一個城牆 所以我們由現在開始 就由East Gate Clock這個位置 沿著城牆開始走 圍繞Chester一周 這裏就是Roman Walls 這個城牆就是古羅馬人 在五世紀的時候建造的 圍繞城牆 我們可以走到Chester 很多歷史好悠久的地標 當中也都包括了 現在我們將會看到的 古羅馬圓形劇場 Roman Amplit Theatre 不說不知 原來這個Roman Amplit Theatre 是英國最大的圓形劇場 轉個彎我們又到了下一個景點 就是Roman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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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裏大家都應該感覺到 Chester是充滿著很多古羅馬的歷史 而在Chester Garden 亦都可以看到當年的羅馬為止 而這個花園裏面 亦都包含了一些古羅馬人使用的 地下供暖系統 他們的浴室 和他們的體育館 而我呢 就錯重點地 看到另一些東西 那些果實好像淘寶的糞便 是啊 他的生糞便 Только也就是糞便 那些糞便 不過是不是聖誕樹 那些榜美聖誕樹 那些摟棚 非常舒服 大木 這裏就走在這裏 很小的 這裏是浸浴 這是蟹蟲 浸肉 剪下柱 之前是有些建築物 是蟹蟲 雖然我們好像說 這個公園這麼小 意猶未盡 其實當時已經在烈日下 走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我們就看到有條河 馬上想跳下去 來到這裡 這條就是Chester最有名的River D 而在River D旁邊 就會看到這個Queens Park Bridge 很漂亮 這裡很漂亮 對 大棧 間間都好像港督府 對 好幾點 而這條的Queens Park Bridge 主要步道是連接對面河的一些住宅區 因為歷史太悠久了 而我們也太累了 於是我們就決定不再趕下去了 不如去坐船坐下 這裡的River Cruise 分開兩種 有一種就好像我們坐這一種 半個小時 另一種就是坐兩小時 由於那時候已經是下午 中午的時間 也吃得很飽 也走得很累 所以我們就決定不如選半個小時 因為我們也很肯定 如果坐兩小時那些 我們上船沒多久 就應該真的會睡著 就可以了 如果腳骨力好 我的朋友不妨也可以玩一下這些小船 因為它有水上單車 有Motor Boat 也有動木舟爬 但是我想可能下一個旅程 我們才會考慮 因為這次真的走到腳斷 哇這些很有錢 哇這些很有錢 哈哈哈哈 大排屋 嘩對 嘩對 在這個River Mo 我覺得我做 哇成堡啊 卡套來的 這個卡套來的 哇 我等他 哈哈 你看看 你看看 在這裡 有一個石像 哇 西牛 整個動物園在這裡 哇 我們坐這個Cruise 其實就是看別人的有錢人 哇 這個Garden是他的 你看 這裡 整條樓梯這樣 Z型的下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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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真是沒有這間 這間真是沒有這間 這間真是沒有 這間我覺得是他們 隨便一間的什麼口水 哈哈哈哈 哈哈 對 哈哈 這個不會flutting 嘩 如果不坐船 應該不會看到這些 你不會走出去 嘩 你看看別人的Garden 多漂亮 神經病 而且每人都有船 你看 嘩 你還想起公園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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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間 這間 嘩 嘩 嘩 是不是酒店來的 嘩 嘩 你看 那些城牆 嘩 自己要建胡桃牆 做這些 你看去胡桃牆 我們來拍攝 這是一個酒店 有個酒店來的 今天你會旅行 海洞 在海洞 在海洞 1970年 它在海洞 在海洞 沒錯 來到這裡 差不多掉頭的時候 船長 就開始介紹我們這個 旅行 剛才我們看到的房子 其實他都會告訴我們 這裡的房子 有幾多年的歷史 或者他們之前是 很顯赫的人住過 現在是有什麼人擁有 也有簡單介紹過 原來這裡的房子的結構 或者地理位置有些多獨特 或者歷史有些多獨特 這個River Cruise 都很舒服 其實坐半小時 又可以看看周圍的風景 這些地方是我們用腳不會走去的 所以唯一美中不足 就是後面 大家都聽到 後面是不停的 有小朋友在這裡 後面是有四個小朋友的 我完River Cruise 來排 有旅行 就有雪糕吃 吃一杯雪糕 然後繼續行程 來Chester 怎麼可以不來Chester Race Course Chester這個賽馬場 成立於1539年 也都已經超過了480年的歷史了 這個賽馬場更加被建立市世界紀錄大傳 確認正式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的賽馬場 跟香港不一樣 這裡不是每個星期都賽馬的 可能夏天才有 一個月可能只有兩三天 所以賽馬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城市 剛才我們不是說過 我們要提早吃飯的 就是因為我們搭火車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在曼城 盛裝地上火車 真的很少見 穿了西裝 女生穿了很漂亮的裙子 然後我們來到之後 就發現 原來今天是賽馬日 於是一定要過來看看 我們剛才在River D 吃完雪糕 沿住城牆 繼續向前走 走走走走就來到 來到這裡發現 原來這裡賽馬和香港不同的 原來好像嘉年華一樣 每個人都很開心去派對 裡面也有不同價錢的票 就不只是馬會的會員 才可以進去貴賓廳 只要你買到票 進去就可以了 好香啊 好香啊 用動物來表演活動之類的 賽馬我不會喜歡看 買團我亦不看,動物園我亦不去 來到這裏也叫做參與一下這個城市 看完是不舒服的,對於我來說 所以我們看完就馬上離開 來到這裏就開始走上城牆 剛才不是說沿著城牆可以繞一個圈 我們就開始向North Gate的方向走 North Gate就是我們最初下車之後開始吃飯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走回去我們晚上訂了桌子吃飯的意大利餐廳 接著就吃這一餐意大利餐 然後就回曼城了 看看我們今晚吃了些甚麼 吃過切pizza 你吃牛大的 有人說很厲害切pizza 你切得很扁扁斜斜 你吃不到直線 你喝醉酒 嘩,你現在飯這麼小塊 其實我們是為了這個派一拿來的 不過吃完之後有點失望的 吃完飯又是時候回曼城了 我們就去火車站搭回火車回去吧 其實Chester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挺好的旅遊點 舒服,可能我們去那天天氣也好 而且它所有東西都很方便 而且也很適合 逛街的感覺也很舒服 始終是一個旅遊城市 跟居住的城市有點不同 所以放假搭一個多小時火車 過來玩一天daytrip 然後回到曼城 我們回到曼城的時候 九點鐘都還未天黑 都OK的 嘩,今天影片又有20分鐘了 如果你還在這裏 就謝謝你支持我們 記得Like我們影片 我才知道你看了 以及如果喜歡的話 繼續訂閱吧 我們下個月不知道會去哪裏呢 我們先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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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